为了加深学童对大型车辆视野死角及内轮差的危险认知 高雄市小岗区桂林国小与市区的监理所合作举办的宣导活动 不但大客车开进校园里 还透过实际模拟 让小朋友明白当大型车在转弯的时候 千万是比较靠近的 以免会发生危险 为了让学童明白内轮差的可怕 监理所人员将三角追击气球 当作行人站立的位置 结果大客车才刚转弯不久 后轮立刻碾压到三角追 接着气球一个一个爆裂 换个角度更加惊悚 透过这样的实际模拟 让小朋友明白大客车转弯的时候 千万不能站在内轮差的位置 或是驾驶的视野死角上 稍遇不慎小命恐怖保 很多学生可能没有注意到 我们大货车的一个视觉的视差 或者是内轮差的问题 那可能就会造成生命安全的一个危险 有大型车在过去的时候 千万要小心不要靠近 小港桂林国小 这次跟市区建立所合作 举办交安宣导 安排大客车开进校园 模拟各种状况 除了让学生明白路上行走时 必须跟车辆保持安全距离 另外像是骑脚踏车也不能轻乎大意 戴安全帽 不逆向及不双载 都是远离危险的不二法门 就是脚踏车的操控性 还有戴安全帽的重要性 即使同学年纪还小 学校也把握机会 寻导酒驾的危险 戴上体验酒驾的特殊眼镜 走起路来摇摇晃晃 视线变得弯曲变形 这也意味着一旦酒后上路 可能引发的危险 刚才戴眼镜的时候 视线都是不一样的 虽然正常的视线是左边的 但是戴上去就变成右边 所以我们就不应该酒驾 真的酒驾的时候 就不要再自己勉强开车 从骑单车避免酒驾 到说明大型车辆的 视野死角及内轮差 透过实际的演练 加深小朋友的印象 因为一个不小心 就会酿成无法挽回的意外 而这一堂课 也让学生学习到 宝贵的交通安全知识 远离危险